那你多钱呢 五千多 咱就说公子 你怎么要求 我就为老婆付 把老婆付钱多钱 公子我不要去 我当任何人我也不要去 如果找他感情好了 我就一个给你钱 大哥大姐你推我让 一个不要一个偏要给 当然了 感情好是这一切的前提 这才是正二吧 惊得相亲 大姐是大哥在相亲节目相中的 所以才如此的大方 如此的慷慨 可是同样也在电视上相中了大哥 又对他情有独钟的大姐 大哥对他的态度 却又截然相反 妥妥的双标行径 你看这还真就是提钱啥也没有 不提钱的反而要给一千元 明明是同一个人 可是对待两位大姐的态度 却是背道而驰 明明是这两位大姐的穿着 打扮年龄相貌 没有太大的反差呀 但是相中我的和我相中的 相差就大于十万八千里了 那么是谁开了天目相中的大哥呢 王丽营七十三岁 被王丽营七十四岁 被王大姐相中的 那当然就是男一号郑大哥 他之前参加过电视相亲节目 虽然没有牵手成功 但是不当个线下的大姐 对他有意思 你看王大姐不就相中他了吗 红娘晚却带着王大姐的嘱托 来到郑大哥家了解情况 看看是不是已经残花有主 郑大哥之前参加过相亲 红娘曾经答应继续给他物色合适的人选 目前为止郑大哥还是截然一身 可是当红娘告诉他 有大姐要与之相亲时 出乎预料的 他竟然早已有了心上人 郑大哥有了一种人 红娘晚却也替他高兴 反正是相亲 一家难百家体 这种情况也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 这可就要红娘多受累了 赶紧去联系萧大姐 看看是否鸣花有主 这儿的你好爷 原来不管红娘晚去 大老远过来的 萧贵琴69岁丧偶 现居住地长春市 退休金2800元 住房面积55平米 一儿一女均已成家 肖大姐听说 郑大哥相中了他 当然是愿意见面聊聊 这下子郑大哥成了锦窍货 一个是相中了他如果不见对不起王大姐一片痴情 一个是他相中了如果不见对不起自己 80多岁的郑大哥玩不起三脚连爱 更没有脚踏两只船的经历 当下王大姐那边追得紧 红娘已经陪着他来了 郑大哥见到进门的王大姐 发出了一声感叹 大概是被过高的期望值闪了一下腰 相亲就在这不冷不热的气氛中进行着 一个73一个84 标准的黄金搭档年龄 王大姐终于见到了朝思暮想的郑大哥的真尊 那么现实中和电视上有没有区别呢 郑大哥说的还是大实话 等老了大个子大胖子都是死沉死沉 一旦卧床拉不起拖不动 自己遭罪还累积家人 反观郑大哥个小神情 这对王大姐将来侍奉他提供了便利 不但如此 王大姐对郑大哥基本上还是满意的 毕竟是自己先看重的 对于郑大哥的条件 对于郑大哥的条件早就了然于些 得出了也行 还可以的答案 外在的条件是合格了 王大姐还要乘胜追击 准备触碰相亲见的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郑大哥大大咧咧的邪歪在沙发上 这才是葛优躺的鼻祖 67岁的葛优 在84岁的郑大哥面前 即便是创造了葛优瘫的神话 还是属于后起之秀 你看郑大哥阴沉着脸 悠哉悠哉的听着王大姐的唠叨 郑大哥不耐烦的听着 时不时白手拒绝 但是王大姐还在抱有一线希望 试图争取将来的利益 郑大哥一无反顾的表示 要钱的坚决不行 王大姐在最后的争取 又遭拒绝之后彻底失望了 她抱有无限希望而来 满怀失望而去 在电视上爱上了一个人 原来这样无情 反观此时的郑大哥 已经笑眯眯的在门口等待他的新娘 郑大哥见到心仪的萧大姐进门 满面春风洋溢着幸福 主动握手实现了两人有生以来的 第一次肌肤之心 郑大哥上下打量着萧大姐 那眼神恋恋不舍的不想从她身上离开 那骨子热情劲已经远远超过了室内的温度 这就不太热 我看她穿挺薄的 大家脱来吧 太热了是不 脱了也没喝去了 哎妈 你俩全穿的红档 有缘分 有缘分 这么喜庆啊 看那你差不多吧 我给你挂上 我给你挂上 客人 谢谢啊 谢谢啥 郑大哥殷勤的结果外套 替萧大姐挂起来 像是在迎接离家归来的老伴 萧大姐自然是感到了她倾泻而出的热情 在她的眼泪 84岁的郑大哥也显得年轻了 人挺好的 挺实在的 脸都不是那么说臭臭八八 竟折了啥 都不是那样事的 郑大哥竭尽全力的县媚 萧大姐感到了她给予的温暖和诚意 烙起刻来就变得主动了 郑大哥给萧大姐的估价 是按照自己的收入标准制定的 这也便于萧大姐对号入座 将来的成功率 那还不是百分百 既然已经说到了钱上 郑大哥自以为占尽了优势 准备借势追击 萧大姐没有任何要求 郑大哥反而非要给 感情好了每月给一千块钱 这是郑大哥主动提出的 萧大姐再一次的被感动到了 就在相亲渐入家境 双方恨不得以身相许 释放爱意的关键时刻 被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打断了 不是这个电话所说的内容 而是郑大哥掏出的古董手机 引起了萧大姐的注意 老年人面对日新月异的智能产品 不是望而生畏就是自探愚笨 原本这些人都不是笨人 只是年龄大的厌学懒散 不愿意接受心生失误 谁会想到这些随着年龄增长的惰性 会影响到找老伴 一个古董及手机都整不明白的老人 智能手机就更不敢领教了 此时的郑大哥察觉 萧大姐是在嫌弃她不用智能手机 她不由得及了 智能手机啥了不起的 以为老汉买不起吗 郑大哥没老婆就不用智能手机 现在要有老婆了 买智能手机为老婆服务成了她的爱情誓言 可是此时心意已决的萧大姐 已经做出了决定 年龄大了不抗磕的 这倒是真的 84岁高龄要有48岁的身体该多好啊 可是谁又有再年轻一次的机会 郑大哥挑肥减受控 欢喜了两场 要她的她不要 她要的没得到 与那个千人喜欢万人憎恶的钱 没有任何关系 老铁您说呢 好了 谢谢您的观看 欢迎到评论区留言发表高见